耀中幼教起源于中国香港,1932年,耀中幼华创始人曾楚衡女士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座幼儿园。 上世纪70年代,曾楚衡女士的女儿陈宝琼博士刘美归港,将游戏中学习的理念引入香港,打破了当时幼儿园里排排座听讲课的教育现状。 历经90年的发展,耀中幼教在借鉴整合相关教育哲学、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,创造性地建构起了专业的教学法。 今天,当你走进任何一家耀中或耀华国际教育幼儿园,你都会看到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和探索。 我们的教师会用各种策略支持孩子的学习和发展,比如观察正在游戏的孩子并有效回应他们的需要。 支持儿童之间建立关系,支持儿童使用他们的家庭语言。 教师在儿童主导的学习经历中,有意识地将儿童的学习经验和学业技能联系起来。 从培养0到6岁儿童的早期教育,到培养专业幼教师资的大学教育, 从培养21世纪世界公民的目标,到形成实现目标的耀中幼教教学法。 培养专业幼教已有了丰富的内涵,并且仍将不断发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